人不可貌相 高校花美男大搜查 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這一集就是幾個超級帥哥 帥到什麼都 帥到胡說八道了 對 因為是男生 所以我這一集休息 對 沒有看那個好漂亮 這次 你們要坐下來給我 我們女生陪你們看辣妹看這麼久 如果一輪牌就是花美男 對 還有誰 黑輪牌 F4 之前的F4 最近韓版流星花園那幾個也很帥 那幾個都很帥 對 還有誰 小豬也不錯 小豬也花美男 我記得 花美 他只是愛搞笑而已 很帥 棒棒 今天有三位美女要帶我們去找找看 確定是三位美女 真的 先來看看 花美男傳奇 而你知道現在最讓亞洲女性流口血的花美男有哪些人嗎 因為一曲SORRY SORRY而家喻不小的SUPER JUNIOR 三年前出道時 就因為人數最多而且人人俱美而造成話題 十三名團員各有各的帥 一網打盡所有女性 而歌名數量突破今世世界紀錄的東方神奇 在一片花美男中地位仍然屹立不搖 團員在中及隊長兵號都是美心男代表中的代表 她們精湛的舞藝加上比女人更吹彈可破的清秀臉龐 哇 的確讓人瘋狂哦 而我才為了造福廣大女性觀眾 特別推出高校花美男大搜查 派出三位娃娃英語一人 上街頭尋找最帥氣的高校花美男 到底她們三人找的帥哥站立指數會怎麼樣呢 對六歲以下的兒童有致命信力的小蜜桃姐姐 曾說師弟高一祥是她理想的伴侶典型 哇 這麼高的標準她會帶來什麼樣的帥哥呢 真令人期待哦 另外兒童借小天后胡蝶姐姐 喜歡的是短髮運動型的單眼皮帥哥 她今天能不能靠著帶動唱絕活 打動心目中的理想帥哥呢 網路爆紅的惠子 一站上街馬上就能夠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而一直強調最愛王世贤的她 會帶回來什麼樣的帥哥呢 就請大家一起來猜猜看 到底誰會帶回最美型的花美男 而哪一位帥哥又會是現場女性觀眾們的最愛呢 好 厲害了 一起來看一看到底我們一些小蜜桃姐姐 還有 還有蝴蝶 蝴蝶姐姐去啦 蝴蝶去找啊 蝴蝶找沒有啊 那上街會不會把人給嚇了一跳啊 來 我們一起來看看找到沒有 來 讓我來獻唱一首跟花有關的歌 慢慢鑽 慢慢鑽 跟同一個方向 我們是美理向日葵 剛剛為大家獻唱的向日葵進行曲 現在就要為大家帶來高校花美男進行曲 唷 蝴蝶會在充滿年輕學子的南洋街找到花美男嗎 我像花一樣的爺爺可以嗎 你看 好 爺爺不行喔 那走這邊找找看好了嗎 好啦 那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蝴蝶心目中花美男的標準好了 首先第一就是要單眼皮 然後會唱球球不見了 然後第二呢 想一下 要175到180公分 然後會唱斬高精靈 斬高吧 斬高吧 劍雞打歌 然後最後一點呢 就是它要有很有那個 就是肌肉細條要很好 而且會唱 這標準會太嚴格嗎 我來唱歌 再去這支安倍啦 這支安倍啦 下雨了 所以我成了小白傘 然後要找我要的這個高校帥哥 我覺得我好像看到那個片眼還不錯耶 我進去看一下 好嗎 那個 你好 學姨怎麼稱呼 高穎 高穎 那你還在讀書嗎 要讀書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今天幾歲 我覺得他很酷帥耶 對 他再算也不能上節目 我給你帶我回家好好地珍藏吧 同學 你好 你好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知道 所以好姐姐 你好厲害喔 好開心 從小就看你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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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請給我開燈了 你的聲音謝謝 真的假的 我不敢相信 那你說你 從小就看我的節目 請問你今年到幾歲了 你十四歲 十四歲 十四歲是國中嗎 國二 成果二 國二 好可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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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找帥哥 希望我能成功 Let's go 好可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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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找另外一個 Let's go 帥哥,憲哥 比你睡得好少耶 但是 憲哥 這次找到比你睡的 你不要生氣喔 Let's go 憲哥 你們好 嗨 你們是高中生嗎 對 是喔 那請問你們就是 有認識花美男這一類的人類嗎 躲在中間的啦 有嗎 所以你把手弄這樣 然後擺在這裡 不好意思 同學 可不可以請你們再去看一下 那這一次我代表我猜出來 你要找那個高校生 然後把它改造成 花美男 你眼睛雖然單眼皮 但根本內是很像 就像劉西華裡面的那花美男 而且你看你臉好小 比我還要小 然後牙齒白白的 水嫩水嫩的 就是花美男的啦 可以嗎 拜託 真的 真的 謝謝你 謝謝 哇 這位單眼皮的小帥哥 一頭圍捲的髮型 的確有點像韓國人的feel 為了求勝 小蜜桃姐姐繼續在西門町尋找 遇到一位好心老闆娘 提供情報 我們店裡有一個很帥 然後是第二版的小男生 真的假的 對 好好好 又帥又白 對 好 帶我去看 對 耶 這哪 哪一個 這個 哪個 這個 我真的害羞了 我真的害羞 就是你 對 對 對 好 哈囉 哈囉 天啊 騎子 轉過來 天啊 你準備了 哈囉 天啊 轉過來啦 準備了 轉過來了 來 跟你一起打個招呼 你整得很帥的耶 你的鼻子 金金的 不許跟妳喔 外面那個比較帥 我想換妳 我的天啊 好討厭喔 哈囉 我的天啊 我很抱歉 哈囉 再過來 哈囉 妳訓畢了 跑四零分 我找不到畫面台 算了 老闆娘 請問有沒有適合我的衣服 老闆娘 我看到了 店裡面沒人 想要買衣服也沒有 不要這樣會搭樓帽 我看到了 有一個長得超可愛的 超帥的 就是畫沒人的感覺 就是我今天要找的目標是極品 你今年幾歲 十六 十六歲 你去什麼高中 富江 我覺得你的笑容超灿烂的 你看 春紅翅伯 那在這邊我想真誠地邀請你 可不可以代表我參加我猜的錄影 OK啊 真的 太好了 虎弟姐姐 雖然我們是好姐妹 但是今天要花音進了 YA 你看看這瀏海下的迷人大眼睛 真是讓人淘醉得標準花美男耶 我猜超強的改造團隊 即將大顯身手囉 造型師小菊是打造歌台天后 哲令跟成妮的幕後吞手喔 髮型師BJ高超的玩法技巧 可深受大明星喜愛呢 韓國藝人的頭髮 普遍就是蓬鬆跟有一點點捲度 那我應該要把他頭髮弄一點捲度 讓他更像韓國的美心來 因為他的身形比較瘦 所以我想要給他打扮 可能比較重疊穿法 用一些小配件 在他西裝外面再做一些搭配 可能像這次就幫他 加了一個黑色蕾絲的滾花邊 然後讓他塑造比較華麗的感覺 終點深複的男孩 就要像花一樣佔防光芒啦 憲哥 我定下來了 各位 好可愛 皓倫有來啊 我找到這個 今天總共有找到幾個 找到四個啊 第一個已經來了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皓倫 歡迎皓倫 皓倫 新帥哥的皓倫 新一本 還有 一本 好可愛喔 好尷尬 16歲